一艘船就这样以令人震撼的方式从大海中升了上来 出现在梵纳与妮娜面前 海面上的波浪尚未止息 层层叠叠地乱流以那艘秀气斑斑的船为中心四处扩散 海水不断从它秀实的烟囱和甲板建筑上落下 发出巨大而吵杂的声响 它在波浪之间微微摇晃着 倾斜的阳光洒在它的甲板上 仿佛弥漫开一种不真切的色彩 妮娜目瞪口呆 过了好几秒钟才反应过来 顿时大呼小叫 啊 船 一艘船 一艘船突然冒出来了 紧接着它便突然转向凡纳 语速飞快 我要去告诉邓肯叔叔 话音未落 这女孩便已经转身一阵风般的穿过了甲板 跑向船尾去了 凡纳却仍旧死死地盯着那艘突然从海水中冒出来的诡异船只 观察着那些腐朽陈旧的痕迹 以及船身上的每一丝细节 他注意到了那船首一侧一行硕大的字母 那字母被严重的锈石痕迹和乌乌覆盖 辨认起来十分困难 但他还是勉强将其读了出来 黑曜十号 神秘船只突然出现在海面上的动静很大 注意到他的人当然不只有妮娜和凡纳两人 不过片刻功夫 正在船舱里休息的其他人便也都聚集到了甲板上 包括莫里斯 雪莉 阿狗和爱丽丝在内 他们惊诧莫名的来到船头附近 眺望着不远处那艘怪船 猜测着他的来历 而很快 邓肯也跟着妮娜来到了船头的甲板上 邓肯先生 凡纳看到邓肯之后立刻开口 那艘船上没有活人的迹象 可能是艘 幽灵船 在说出幽灵船这个字眼的时候 这位年轻审判官脸上的表情多少有点古怪 同行啊 邓肯随口回了一句 便抬头观察着那艘看上去只有诗香号一半大小的幽灵船 他首先注意到了那艘船上层的烟囱结构 看上去是一艘蒸汽船 能推测出大概年份和来历吗 无需推测 莫里斯的声音突然从旁边响起 这位老学者的目光眺望着远方的海面 眼神有着一丝复杂 我看到了他的名字 黑曜石号 蒸汽快船 六年前沉没于寒霜外海 啊 旁边正伸长脖子的雪莉顿时惊讶地看了老先生一眼 老爷子你知道那艘船啊 布朗斯科特就是坐那艘船出世的 莫里斯嗓音略显低沉 但他 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 而且还是用这种方式 一旁的爱丽丝听着其他人的交谈 抬头看了远方的黑曜石号 又回头看着莫里斯和邓肯 想了半天终于冒出一句 船长 这是正常情况吗 沉吊的船会从海里再飘上来 这当然不是正常情况 邓肯看了这憨憨一眼 这叫幽灵船 而且我怀疑这不只是幽灵船 他这边说着 就听到山羊头的声音突然在脑海中响起 船长 要开两炮看看吗 火炮表示他们看着这个合适的角度和距离有点饥渴难耐 忍不住就想砸几个炮弹过去 让他们忍着 邓肯毫不犹豫地打断了山羊头的话 接着略做沉吟 转头看向身边的几人 我们的过去看看情况 我们要 到那个幽灵船上去 雪莉一听顿时缩了缩脖子 会不会冒失了点啊 我倒是不怕别的 就怕那艘船突然在沉回去怎么办 毕竟它是突然冒出来的 爱衣会把我们带回来的 邓肯淡淡地看了这姑娘一眼 当然 你不想去就留在这边 这个不强求 雪莉张了张嘴 但在她开口之前 一旁的阿狗就抢先打破了沉默 我们去我们去 为船长效命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使命 我俩可乐意了 雪莉一呆 紧接着便在心中对自己的搭档念叨起来 阿狗你能不能有点原则 看清局势积极表现踊跃参与集体活动怎么就不是原则了 阿狗在精神连接中阵阵有词 大佬带队又不用担心安全 当然要好好表现一下自己 我的意思是下次抱大腿的机会能不能让给我 每次都被你抢 阿狗想了想 雪莉你能不能有点原则 邓肯并没有在意雪莉跟阿狗同时发呆是在交流些什么东西 他知道这俩人默不作声肯定又是在精神连接里嘀嘀咕咕 而是抬头看了一眼其他人 要一起吗 我要去 你那第一个举起手 他甚至显得有点兴奋 幽灵传哀 我以前只从传说故事里听说过 都没亲眼见过 试相好也是一艘幽灵船 邓肯不得不提醒了这姑娘一句 接着看向其他人 你们呢 那艘船上或许能找到布朗出事之前留下的线索 莫里斯点了点头 我与您一起 我也去吧 凡那跟着开口 幽灵船现象很可能跟异端或邪恶侵蚀有关 我在这方面多少有些经验 我不知道 艾丽丝想了想 看着邓肯 不过我想跟船长在一起 那就都去吧 就当见见试面 邓肯随口说着 便招不远处的围杆招了招手 将那只正在高处晒着太阳闭目养神的鸽子招呼下来 爱一 带我们去那艘幽灵船上看看 一团幽绿的火焰在试香号上骤然生腾 片刻之后 巨大的海骨鸟便腾空而起 扑向了不远处正在随着海浪微微摇晃的黑曜石号 试香号的甲板上随之安静下来 这安静持续了一小段时间 挂在试香号侧弦附近的一艘小艇突然发出嘶嘎嘶嘎的声音 颇为沮丧的摇晃起来 那是一艘穿梭艇 正常情况下是在海面上近距离靠近的两艘船之间快速转移人员用的 两根盘在甲板边缘的缆绳发出沙沙的摩擦声 如蛇一般如动着来到了穿梭艇旁 仰起绳子头在小艇的外壳上拍了拍 留在船长室内的山羊头当然感知到了甲板附近的情况 他微微叹了口气 跟船上那些相处了一个世纪的老伙计们搭着话 要不 你们几艘小船还是练习一下在海里倒腾着滑水的本事吧 小艇摇晃的枝嘎声更大了 而在另外一边 飞至黑曜石号上空的艾一并没有立即降落 而是在邓肯的指挥下首先在那艘幽灵船上空盘旋了好几圈 大致确认了整艘船上没有活动目标之后 才在一处看起来较为干净稳固的甲板上降落下来 幽绿火焰腾空燃烧 邓肯几人的身影从火焰中迈步走出 一股明显的污浊气味几乎立即钻进了所有人的鼻孔 那是海水浸泡带来的腥臭 还混杂着一些说不上来的腐败意味 妮娜来到甲板上之后第一个皱起了眉头 哦 这上面味道好难闻 并不是所有的幽灵船都像诗香号一样干净整洁还有不限量的薯条供应 邓肯笑着对妮娜说道 这艘船如果真是当年那艘黑药10号 那它可已经在深海中浸泡6年了 一边说着 他一边环视着这艘处处透露着诡异的蒸汽船 袖石 残破 污迹斑驳 它曾经或许是一艘漂亮而先进的机械快船 但现在这里已经只剩下一堆死气沉沉的钢铁与木头 而更诡异之处则在于 作为一艘刚刚才从海里浮上来的船 这上面的海水却不见了 甲板是干燥的 甚至甲板上许多凹陷的地方 那些本应很容易蓄起积水的地方 现在也都是干燥的 凡娜显然也注意到了这点 他蹲下来 用手指蹭了蹭地面 眉头微皱 他还记得这艘船从海中浮上来时的一幕 当时有大量海水从黑药石号上倾泻而下 望之就如同连绵不绝的瀑布 那海水冲刷着整艘船的所有角落 从常识判断 这艘船上就不可能有干燥的地方 凡娜 莫里斯在大致观察了一下周围的情况之后便转过头 你有感觉到异端或者邪恶腐化的气息吗 双引号 没有 凡娜皱着眉慢慢摇了摇头 他从刚踏上甲板的那一刻便在关注这一点 并时刻感知着周围是否有超凡力量的波动 没有丝毫超凡气息 但这更不对劲 甲板上是干燥的 这显然不正常 而反常现象背后必然应该有超凡力量参与才对 那就有可能是超出你感知的超凡力量 邓肯随口说了一句 便迈步朝前走去 反正如果这船上珍藏着什么东西 那咱们只要多找找 他肯定会冒出来的 妮娜赶紧跑了两步跟上他的邓肯叔叔 如果真有东西跳出来呢 邓肯停了下来 面带微笑的转过头 总之 先尝试着讲道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